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绝不放弃的川普 永远不言败的川普 我们只能这么评价 因为在案子本身 整个故事的本身 他的状况 对川普四个案子的起诉 很像2020年大选前后 非常像 就是那种川普个人的素质的不放弃 和整个主流媒体 左派媒体包括民调的媒体 出现了逆反的说法 而民间所看到的 在川普所展示的一切 都是来自于民间的支持 但在左派 就是主流媒体 拿出来的民意调查 是对川普极端的不利 非常一样 非常非常非常一样 所以我们看待 就谈不上悲剧了 就是一种感慨 美国就以这样的方式 走到了现在 走到了今天 那未来 他怎么去解决 你看不到一种 我觉得你看不到一种 解决的方式方法 川普在明年 如果事情走到明年 到明年大选 他赢了 就是另外一个场面 肯定的 如果他输了 那美国就以这样的方式 而存在 蹲奸入狱 这个人就完了 然后呢 整个美国社会 处于一种 处于一种 完全决绝的 一种裂变的过程 分裂的过程 没有人知道事情真相 没有人知道事情真相 因为从2020年开始 那我们可以看到 社交媒体跟 社交媒体跟 手机网络的这种发达 他的发达的一切 社交媒体跟网络 发达的一切 成为了取代 就彻底摧毁 媒体作为不免之王的 他的真实存在的约束里 没有了 原因就是 透过真 透过这样的一种 现代的工具 使得人们 无法作为论证跟佐证 就是收留佐证的一切 可以随意的更改 人们失去了一种 一种约束力 原来报纸媒体 印出来之后 已经印成了 就不能改变了 那现在可以随意的改变 随意的这种 就是一种随意的改变 我感觉是这样 这样的话 人们就失去了真实 特别是在面临着 AI将出现的一切的时候 就是失去真相 坚守真相的人 将出于弱势 这是非常正确的 甚至可以任意消除 档案的记录 那大家没有人去意识到这点 但这是我们看到的真实 人们在拿到了手机 人们在拿到了一切 所谓自我方便的本身 却失去了生命的真实 信息的真实 未来的真实 现实眼前看到的真实 所有东西都没有真相 所有东西都没有了真相 而每一个人都以为 自己看到了真相 迷失在自己 自以为是的 现实的 可触摸的故事中 所以这就是 我以为现在你看到 就是这么个场面 我只能跟大家展示 这个结果 那我能知道这个原因 就是是这么造成的 你让我说 我一定相信什么 和不相信什么 我只能相信 坦白说 我只能相信我个人 能够坚守的善良 仅此而已 别的 别的 因为你无以辨别 输为真输为假 无以辨别 我相信川普也 坠入到这种困境中 因为当坠入到困境的时候 他会 他只能不顾任何其他的 他只能按照自己认为设定的方向走 这是川普今天能够表达的 我们看到这是川普的网站了 川普的真相社会网站 说这是老板 这就是老板 是 这就是老板 然后 我们看到这故事 这是他转推的 转推的都是大概在 我就跟大家走过场了 都是在过去十个小时到十五个小时之内的 一些内容了 他展现都是对川普的支持 民间的支持 包括一些 就是包括一些妇女的 美国女人对川普的支持 那 相应的一些报道反而不多 他对报道的某些内容呢 采取了一种谴责态度 而大多都是社交媒体 那里面这些内容 是今天早上登出来的 他登出来主要是针对 目前他面对的法律官司 那他讲述的内容呢 没有太多新的内容 就是 共和党人要强硬啊 很多 很多真正的 故事 案子的本身 就是对选举的干预啊 那有关2020年 选举真相的一种 一种表示 就是表达了 就是这么讲 然后这边就抨击了 这个福克斯 大概福克斯登了他的照片 穿着橘色的衣服 橙色的衣服 橙色衣服是指差25号 如果25号 如果到佐治亚的话 佐治亚的警察 佐治亚 富尔顿县的警察局长说 要让他穿着这样的衣服 所以川普依然把他定位为 就是选举干涉 那现在展示的依然是民调 民调呢 依然占有绝对的领先 那这刚刚 半个小时之前的推文就是 福克斯 引用了巴尔的某些话 那而巴尔在作为 这个司法部长的角度 那他讲说没有勇气 没有毅力跟左派疯的作斗争 更重要的是 他拒绝打击选举欺诈 所以川普的整个门调 是完全一样 没有做任何改变 那巴尔本身呢 针对巴尔本身呢 巴尔所陈述的内容 基本也是坚持他 他说选举没有欺诈 那他也坚持他那一套 所以这就变成了 现在的故事又把2020年选举前后的故事 选举之后的故事 再次翻出来 翻出来 而在民间的环境中呢 就出现了 我个人感觉就出现了一种迷失的状态 很类似迷失的状态 最新的民调 63%的美国人认为呢 左派亚州的案子是非常严重 那法律顾问敦促川普放弃他计划中的新闻发布会 我就跟大家介绍这个概况了 进行民调的是来自于ABC的 ABC 这种ABC是左派不喜欢川普 如果朋友你想去查这个内容 你在纽约邮报跟英国的美日电讯 都可以看到这篇报道 我用的报道是英国的美日电讯 那纽约邮报的本身的基础是不支持川普的 他原来是支持德桑第四的 所以他就自然比较高调的报了这样内容 那英国的美日电讯呢 就他是中间偏左一点 所以也同样 那他们谁都不会去分享说ABC的民调的问题如何 他没有都没有 坦白说都没有这么去讲 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背景资料 在这个在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背景资料下 百分之六十三的美国人认为这种欺诈指控是非常严重 那是肯定的 对不对 那你作为我来讲 你调查 我也说 我早就跟说这指控是非常严重 所以他这种严重的指控 对川普的影响将是如何都没有 那里面有47%的人认为呢 指控是严肃的 另外16%呢说有点严重 那这就是基本上对他的说法 没有去探讨 根本就没有探讨在2020年选举本身的故事 对不对 这都没有 所以川普将如何应对这个case 这都没有 所以这就是在选举年中 在美国初选 美国共和党将20号吧 21号将进行第一次的面对面的这个辩论会 在这样背景之下 这样的民调当然对选举和人们选民的选择 会产生直接了当的干扰 这是没错的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介绍这么件事情 另外呢他提到说是CNN的说法 说川普在星期一的新发布会 他的律师劝阻他停止 我们没有看到大规模的川普再去推动这个新发布会 没有看到 那我们只是看到第一次的说法 就是他要召开新发布会 下星期一 那那后来并没有像说 比如说2021年的1月6号 那次集会 川普在确定之后每天都在发推 那我们当时的节目讲说 这个集会到底产生什么作用 我们个人是持保留态度 当时我们个人就 因为美国的社会不是这么一个 靠这个方式推动的社会 这个当时很多朋友不支持川普 涛哥的说法了 就得这个就得那个 那我们现在看来带来的影响是这个 因为这个社会是这么运作的 不是中国的社会 那结果所以当他在说拿出新闻 一百页的有关选举欺诈 有关佐治亚州的选举内容的时候 有点像1月6号当时的集会 感觉上有点像 所以当CNN就说呢 川普的律师在劝阻他 不要再往外拿出这些东西 因为你要面对case 今天面对这个法律的case 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案子 转到联邦法院去 这是他应该面对的 就是因为进了法院了 你就所有事情在法院解决了 跟民间没有关系了 要表示这个东西 而跟民间有关系的内容呢 是选举 所以如果川普在新闻发布会的中心 他的中心是推动他的选民 推动他选举的支持的氛围 这是这么回事 我个人觉得确实 他有着推动更多的铁粉靠近他 我只能说太难了 让我做结论 我只能说太难了 而且就是这么一个 极其对比嚣张的场面 大家要理解这种程度 这个不是玩 不是开玩笑 不是喊口号 我们就看事态的发展了 这就是这么一个事态的发展 感谢朋友的支持 我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